好 所以各位老婆也要注意 因為現在你知道 老婆外遇的機率也比較高了 你也千萬不要哪一天良心發現 去跟那個男的坦白 可是你知道現在有人玩一種遊戲 你知道嗎 就是叫做真心花大冒險 老公老婆就坐在一起 然後就說我們今天來真心花大冒險 然後設定一個題目 兩個人都要發毒誓喔 不能騙人喔 都一定要講喔 這是常常在酒店玩的遊戲嗎 然後呢 然後就 比方假設今天你面對這樣 老婆就問你 那你有沒有 像有一次我老婆就問我說 不是外遇 她說你 如果一個女生 拖光光 站在你面前 你會不會有反應 她這樣問我 然後我就跟她說 看身材啊 當然 我先問她說 是年輕的還是老的 我老婆說就是年輕的辣妹 低罩杯 然後就很火辣這樣子 我說那沒有反應 就不是男人吧 對不對 然後完了之後我就問她說 那換成是你呢 如果一個猛男 muscle這樣 對 不要全裸啦 穿一條小內褲在你面前跳跳跳 你會不會小鹿蹦蹦跳 她跟我說她不會 我說為什麼 她說我覺得那很噁心 然後她就覺得說你看 所以代表說 她就覺得說 今天如果真的我遇到這樣一個情況 我會對不起她 你懂嗎 沒有 因為那個不噁心啊 對 她就說 所以你們男生就是 下半身思考的動物這樣 那我自從跟她玩的那一次 就為了這個問題 她就一直跟我擄說 我都知道你看到那個 身材好的女生 又年輕了 你一定會怎麼樣 所以奉勸 電視機會有觀眾朋友 就是千萬不要跟老婆玩 真心話 一字尾 你不記得我說七頭戒的名言 就是拍戲不交 對啊 如果太太問我的話 你要畫毒事嗎 就一樣 你要知道她出的題目 男人畫毒事 我如果說白痴 沒關係 對不對 第三次都沒關係 第三次都沒關係 對 沒關係 你一定要這樣 花毒事 中華民國法律 沒有規定花毒事 那是太太問你 下次再問你這句話 FG罩杯都一樣 你應該 抑正言辭的說 我會斥責她 你怎麼會這樣子的 衣服穿起來 衣服穿起來 再這樣我就告你公來違憲 一定要這樣講 然後心裡是個差 我認得都是這一招 你知道嗎 你一定要這樣說對不對 這不是有一個 就是說 男人不可以對女人這個招 對不對 坦白 女人可不可以對男生坦白 當然也不行 我告訴你 男人更小心眼 男人更小心眼 絕對不會 絕對不行 我告訴你 就帶著你的秘密 走完你的人生 對 真的 你不要傻傻的 我們不是講說 可是你如果看著那個婚姻 有一點曖昧 有一點不清不楚 然後只有把它搞清楚之後 才有辦法繼續走下去 現在日子變不好過 搞清楚很簡單 他就跟你講沒有啊 對 搞清楚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嘛 就是沒有嘛 就很清楚嘛 有一些專家告訴我們 那回來都笑笑死 有一些專家告訴我們 你要夫妻兩個人互相坦白 所以包括以前交往過的男朋友 你跟他面前上 你跟他面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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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殺女人很多 都是在什麼時候在床上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夫妻如果怎樣 不是今天很OK的話 有時候那個女的講 我以前男朋友都不會這樣 他就帶你了 所以我跟你講 不管是怎樣 死都不要講 我昨天看蔡之中的書 就有一句話很有意思 但他這句話可以有很多種解讀 可是我覺得聽完真的蠻好玩的 有一種人是叫不醒 什麼叫叫不醒 叫不醒 死人當然就是 有一種人是叫不醒 裝睡的人是叫不醒 對 對 真正睡覺的人還叫得醒 對不對 裝睡的人叫醒 假睡的人還是叫不醒 你把它弄這邊 他就換那邊 別人再換那邊 就是不醒 死都不行 對 那這樣代表什麼意思 要很多解釋嘛 你自己去找一個 可以對應的解釋嘛 你就知道 如果他真的要裝睡 你是叫不醒 對 何必去戳破 對 我覺得阿姨講那個話很對 你要那個誠實 是誠實在他內心的想像 他真正要的答案是什麼 對 所以千萬記得老婆給你 老婆要的答案是沒有 對 老婆要的答案是什麼 其實就是你對他不斷的保證 你的甜言蜜語 還有你對他的愛情 你是他的唯一 他的最愛 這個老婆要的 其實人要為共享都會加年順 不會 人家要訓練嘛 我會講真的 男人如果謊話說超過十次以上 你會有自己都相信 要變真的 你會講的這樣 意證自我摧毀 有嗎 你到底有跟那個女兒 有沒有 沒有 你如果阿門還懷疑我 我就做給你看 女人要的是實際的答案 而是真實的答案 當然我的前提是 你千萬不要做 像我就從來不去做 你今天 這個代考代考 這個是什麼 末一 末招 二 末招 你是末招還是末招 我是不要墮路圈套 不要墮路 那個誰 那個楊帆 楊帆他老婆 他就是因為 我講說有育膚術嘛 然後他就講說 像我們剛剛不是講到 剃 你說剃眉毛 他就說 楊帆如果要去大陸的時候 對不對 他就叫楊帆要把下面的毛剃光 我說看你這樣 敢不敢去外面亂搞這樣 然後呢 楊帆就開玩笑說 那如果你 出遠門 那是不是也要把你的 剃光 然後他就開玩笑講說 你不知道有些男人 就喜歡沒有毛的女人 所以我是不會做這種事 但是 女人啊 不喜歡沒有毛的男人 真的嗎 他是這樣講啦 所以就變成說 有時候看到那個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 這個楊帆要去中國 不是 他提出這個論點 那所以我們就會去問楊帆說 那楊帆你到底有沒有 你到底剃過幾次 有個女人是 有個女人是撒肺子粉 就是 有啦 先生夏天對不對 出來以後 幫你抹肺子粉比較涼 不會那個嘛 抑肺子粉 為什麼 因為他要看你回來的時候 你至少還會有殘留 為什麼 如果你洗過澡就不會 那我們不會洗過澡之後 自己會嗎 不是我們自己 隨身帶一罐就好了 隨身帶一罐就好了 嚴冠婦出道菜 可是我夏天都幫我現在 撒肺子 他叫我幫他撒 他隨身沒有攜帶一罐 對不對 沒有啦 真的我剛剛講說 這個很多時候是 阿公有交代 真的是一個故事 坐在那個店裡 突然間看到阿嬤拿醫療電影 就是阿公 阿公走走走 阿公阿公是怎麼說 我等一下跟你說 我先走 走走走走 終於事情結束了這樣子 阿公就跟這個孫子說 阿公跟你說 有些事情 死你就不能說 無論這個男人幾歲 你就是不能說 對 真的是要到死 不是他離藝癌 不是他80歲 不是他98歲 都不能想 到98歲 18歲到98歲都過 不過這一點 其實女人藏咪咪的本事 比男人強 對不對 其實不講就是 其實你知道嗎 根據調查 其實現在外遇的女人 比例越來越高 可是男人發現比例很低 但是男人外遇女人發現比例 卻很好 為什麼 而且你知道 女人比男人善於說謊 沒錯 男人說謊的時候 眼睛會眼神不定 女人可以看著你 非常誠懇的跟你講 這是日本講的 就是說日本人有一個專門調查 女人對著你講 講謊話講著天荒亂水 一動不動就定 眼神就可以交位 然後人家都說 他眼睛閉著 我看怎麼可能 而且左臉比右臉誠實 你要看右臉的表情 這樣一直跳 左臉比右臉誠實 而且跟網上看完 用每個人 左臉過來 左臉面向 女人善於說謊 女人最善於說謊 在法庭裡面也是一樣 而且你知道男人的直覺 比女人稍微不敏銳 對 比較頓 而且再來就是太 先生有時候太忽略太太 細節上 其實 其實阿姨講的這個是對的 尤其在性的部分 男人如果外面有的女人 他在性的部分 會出現差異 真的會 他不會跟以前一樣 做的那種方式 他多多少少會出現差異 比如說突然間 會什麼知識 什麼花招啊 會改變 因為他面對不同的女人 不同的反應 他會改變 但有的女人會隱藏得非常好 我覺得日本人很愛做一些 有的不的調查 我這才讀到一個調查 他們發現 壞話的傳播 跟好話的傳播的差別 只要是講人家的八卦壞話 在同樣的時間 壞話已經轉23個人了 好話只會轉6個人 所以八卦的東西比較容易 我知道那個傳播的速度 壞跟好跟壞 那種壞話 人家八卦 謠傳 23個人 就是你的成語不是講說什麼 好話不出門 對 所以你在外面偷吃的事情 可是人家是真的用數字 來告訴你 這個傳播23次 在外面偷吃的事情 不管男女 不要隨便跟你周遭的好朋友講 對 你想說要分享對不對 千萬不要講 講了以後很快就出門 那你不是說外遇要去找一個 就是你非常好的朋友 你絕對認為他不會講 最好他也有 共犯解口 所以你明確認一個 不知道是誰 只有號碼的張老師講 對 但 所以我認為還是 張老師比較好 你那個朋友其實很難找到 不然我們要幾千萬 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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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萬